那么整个一级建造师考试分为如下的专业 那么这个大家在报考的时候 根据你自己的工作的需要 选择相应的专业来进行报考 专业不同 考试难度通过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些专业过程中 那么目前来看 那么我们的三大专业 建筑 市政 积淀 这是目前参考人数较多的三个专业 那当然说 建筑工程是参考人数最多的 达到整个全部考试的50%左右 第二 市政工程 它的参考人数也在 量也很大 积淀工程同样 那么说这三个专业 大概能占到全部考试的80%左右 全部考试的80% 其他的专业也有 但是相对而言人数就少多了 另外一点的话 这不同的专业 它的考试的难度不一样 通过率的情况也不一样 在这些专业里头 通过率最高的是建筑专业 每年大概在12% 大概12%到15% 的一个比例 就是我们指的是这个 15克成 剩下的通过率就很低了 像市政的话 可能3%到5 积淀 7%到8 所以它的通过情况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 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通过率 市政是很低的 但是目前从市场的 反映的 考试的热度 需求量 以及它的挂靠的价值来讲 当然市政目前是比较高的 目前市政这块需求是比较往生的 所以导致我们最近这几年 市政的考生 在大幅度的增加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整个这个建造室的设置是 叫做一组多复 就是大家可以考一个主专业 在主专业考过的基础上 可以实行真相 那么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考过的建筑工程 这个专业 我获得了借着工程的职业资格证书 我可以来年去进行真相 真相的时候 只需要考一个专业课程就可以 那么我们最多可以做到三个真相 我们可以做三个真相 就是我有一个主项 可以再做三个真相 当然说再多了 国家就不再承认你的这个真相的有效性 所以注意这是一个专业的导向 那么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考生 尤其是初考的学员 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注意 那么一定要和你的从业一致 这个要考虑考试的难度 那么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 建议大家 首次参加建造室考试的考生 建议大家选择建筑工程专业 相对来说容易通过 而其他的专业难度比较大 大家可以在考过建筑工程的基础上 进行真相 从市政呀 积电呀 水利呀 港口等等 另外目前从得到的市场的信息反馈来说 水利水电和民航 这属于叫做冷门的热点 冷门热点正数 就是说是这两个专业参考的人数很少 但是目前市场的需求很旺盛 含金量很高 当然说难度也很大 所以如果有精力的学员 大家在考过主项的基础上 在选择真相的时候 不妨可以选择民航或者水利水电 但是前提是你要将来要可能去重业这些 或者是你可以去到这些单位去注册 这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 它的专业的设置 不同的专业 考试难度不一样 学习方法不一样 通过率的情况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我们有一些考生可能在选择的时候 多年选择的一个市政专业一直过不去 导致大家的工工课一直在反复的在作废 这样子对我们的考试影响 对大家的考试的心情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做一个变化 我们看一下整个建筑实物 它的这个案例考题的设置情况 那么它的提醒就是两步 一部分叫做客观体 一部分叫做主观体 所谓的客观体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选择体 选择 那就是根据 给定的选项 大家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可以 那么这个有单选有多选 那么分的都是20个单选题 4个多选题 分值是40分 第二部分内容叫主观体 主观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必答体 每个问题会选择 每个小问里头会有三到五个小问 需要大家对每个问题 做出一个简要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描述 就是写出一定的过程和理由 当然说不需要 咱可以篇幅的去弄书 那么这需要写出主要的字典就可以 那我们的话 一般设置的题型是五个按理题 其中千三个 每题是20分 4到5 每题是30分 满分是120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整个专业实物课程 它的满分是160分 它的合格标准是96分 所以大家只能要考到96分就算合格 它是60%的标准 所有的专业设置都是一样的 在题型上设置是一样的 那我们针对建筑工程这个科目而言 那么选择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按理分析题当然是难点 说大家现在要想通过考试 要想通过这个考试 一定要确保选择题的得分率要高 至少在百分之 要求大家达到选择题的 在百分之八十左右的 得分率 那就是要求大家至少在30到35分之间 低于30分 选择题如果低于30分 大家想要通过考试难度相当的高 因为现在的主观题难度在 逐年都在增加 所以说这部分的分值是在下降的 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考虑 客观题要学好 那么客观题基本上是 以书上的点为主 那大家只要对教材理解透彻 这部分分值还是相对来说好 那么它的案例题型 整个案例应用题的话 就是围绕着我们整个 是八大管理来展开的 围绕着几个管理来展开的 包括施工技术 安全 质量 合同 现场 资源 进度 成本 还有项目管理 就围绕这些点来展开的 那就说这些点 但是它的分值的比例情况可能不一样 施工技术包括 质量管理 因为技术 有时候和质量管理是放在一起的 这部分资设 它占的比例比较高 大概在30分左右 能考到30分 安全管理大概在25分左右 在25分左右 合同管理 约占10分左右 现场管理 10到15分 那么进度管理 大概也在10分左右 造价管理 10到15分 项目管理 大概占到10分左右 占到10分左右 资源管理 也是在10分左右 分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其实 整个案例分析题里头 难点 重点 分值最大的 三部分 一定是 技术 质量 安全 那么说 这也是我们一级建造师考试 难度最大的几个地方 也是最容易出超纲的知识 每年考试也是让大家最 丢分最多的地方 也是这些地方 所以大家看 这个建造师的考试 完全不同于造价师和建立工程师 那么他一定要 对整个施工 质量 安全 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值 这就体现了我们建造师 主要是用于施工现场 这样子一样 这样子一个特点 那么说说 我们在进行复习的时候 大家要抓住这些重点 像其余的造价 进度 合同 现场等等 每年考题都会设计 但难度都比较小 所以我们每年这个 整个这个建造师的考试难度 高了还是低了 就是取决于 这三部分 技术 质量 安全 所以大家在进行这三个环节的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 除了要很好的学好教材以外 强烈的建议大家 按照这两年考试的规定 我强烈的建议大家 一定要拓展学习 那么他的每个案例题的题型 主要就是这么 三种类型 一种是叫思非判断题 那就让大家判断 对错 这种题 因为我们的施工技术 施工技术的部分 很容易出这种题 你想我们2017年的考题里头 考了两个技术方面的考题 都是思非判断题 一个是考大家那个 板里头钢筋的绑杂 思非判断 另外一个就是考到了 水泥沙江防水城的施工技术 这两个技术点 全部是以判断题的形式为例 就是给背景 问大家对错 再一个 现场管理的题 现场管理的题 每年考的时候 肯定是思非判断题 也就是这部分字证 用思非判断这种形式 出题的纪律更高 那么我们2017年 这个题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虽然还是思非判断题 但是我们这个题是 2017年出了一个什么 是一个通过一个图形 让大家找错误 就是看图判断 给大家一个图 让大家从图形 找出相关的错误 考的是安全用电 方面的知识 好 这是叫思非判断题 大概能占到我们 120分里头的30% 也就是将近35到40分的题 属于判断题 再下来就是文字解答题 文字解答题 这部分知识 这部分整个占分值 大概占到50%左右 就是整个考题里头 一半以上的分值 都属于这种题 这也是整个考试 最难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这个考试的成绩 好会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文字解答题 那么这部分题 如果大家能够做好了 或者得分率相对比较高 那你的成绩是比较理想 那么文字解答题 我们的质量 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 还有我们的项目管理 等等 基本上出的都是文字解答题 那么也就从这个里头 这部分知识 大家要想学好 要想得出好成绩 只能是死尽硬背 你必须大量的去记忆 而且这种记忆的话 一个是你的覆盖主 第二个要记住 你像我们2017年 在质量管理里头 好了考了很多质量的程序 跟大家质量计划 质量记录 包括哪些内容 还考了大家一个质量事故的 怎么来进行处理的 这种题全部为解答 那么我们2017年 考了项目管理里头 比如说考到大家什么 项目总承包管理 这里头的一些什么程序 所拍资料 变更流程 通通都属于死尽硬背的点 难度很高 我们安全里头 同样也考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所以说这一部分知识 大家要想拿得到好的分子 一定要靠你的去 大量的去记 大量去记 所以每年我复习时候 我都会给大家整理 一部分这种 需要大家记忆的解答题 我们2017年 这个出题是比较意外的 就是出题和前几年相比 确实难度增加了许多 难度增 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它的简答题 不像原来出的那么简单了 我们以前的简答题 一般就是出三到五个字的简答题 很多 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 大家只要不知几个词 给它写出来就可以 但是我们17年的考题里头 有三到四个解答题 属于很长一段一段的解答题 这样子的难度 那显然增加了许多 这部分的得分率应该都会很低的 所以这要引起大家的构重视 所以说那么整个考试的难度 高和低 取决于这一部分 取决于这一部分考题 所以说这一部分 一定是大家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影响你成绩的主要 第三部分 就是计算分析体 这一部分主要涉及到造价 成本 进度 合同管理 一般它出的题都是要计算分析体 这一部分的话 分析部分是很高 这一部分的话 难度也比较小 这一部分不需要使进一步 这一部分大家需要去掌握原理 也就是它有共性点 你只要不共性的知识掌握了 这个知识点 应付考试就非常容易了 所以这一部分目前 从我们一阶段式的考试来看 得分率还是很高的 得分率还是很高 所以说这样子大家看 我们整个考试的题型 其实分的三大类 那么这三大类里头 第一类和第三类 其实都是很好应付的 大家的得分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 第二部分 文字解答题 所以说我们整个 一直建造是大家能不能考过 关键取决于这一部分信息 这就需要大家不断地反复地取记 然后这就是我们整个 一直建造是建制实物 尤其以房屋建制实物来讲 它的整个题型的设置 以及每个题型的特点 难以程度 给大家做一个定性的分析 说明 那么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知道了以后 我们在进行备考 2018年的时候 你的侧重点 一定放在什么地方 你就知道了 那么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内容 关于建造是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一个节目 就是国家政策方面的一些 因为我们任何一种考试 它都有政策的导向 我们在进行考试 注册 职业 一定要满足国家的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 否则的话 很有可能靠过了 没办法注册 注册了 没办法使用 那么会导致我们前功尽弃 所有的努力 最后都白费 你比如说 2017年就有一部分的考试 一小部分的考试 你是无法注册的 你比如说 你的学历 不符合要求 不能注册 有的毕业年限不符合要求 不能注册 有的甚至于还有做的一些假资料 社保和你的 社保和你的